这个这是我今天收到的快递 这个快递消过毒了 这个边上都有一层就扒掉了 你看我在网上买的鱼腥草 我想买一点那个就是那个 那个奢的鱼腥草 结果呢 弄了半天 给我弄的是干的 干的鱼腥草 我第一次吃啊 第一次接触干的鱼腥草 哎呀 我以为是湿的呢 这碗我得 那我也得把手洗洗 老李先 老李先吃了 他饿的时候吃我 我说我不想吃你先吃吧 现在我饿了 今天呢 就是大米粥 晚上嘛 今天是23号吧 今天是23号 这是老李炒的白菜 你没放错 这段时间特别紧张 我和老李哪儿都不敢去 一个朋友告诉我 现在肉肉降价了 可能是12块钱一斤肉 他说这肉便宜了 他说你赶紧买点肉去 这个时机 我也不敢出去 个两天出去 现在 羊里的羊都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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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到了有一个博主 他在谈 谈一些他小时候 他父母养鸡的事情 哎呀 一下就把我勾起来了 好像他说的是我们家养的 小的时候 我妈就爱养鸡 每年的时候 就是 从那小筋 我妈一次买二十个 二十个 能糟尽几个 能活十多个 这个每年 我们家都养鸡 从那个 刚孵出那小筋 一直养半大了 这个时候 年年都有鸡温 来一场鸡温 鸡就没了 我妈也是 但是我妈为了避免 这个小筋 招鸡温 就把它放到菜窖子里 那时候都有菜窖子 放到菜窖子里 照样 这就证明了 空气 以后啊 我以后我自己成家了 我也养鸡 但是 我没发生过这种现象 一直到我回到地方 我在地方时候也养鸡了 养了两年鸡 我也养那个什么 我也买从小 就是买起的 也没有 就没有招过鸡温 就说这个 这个 我这个朋友 我说这个朋友 他说 我们现在哪也不出去了 把大门都封了 啊 闺女儿子 都别 都别进家 嗯 有吃的 你放大门 口就行了 哎 打个电话 老两口就出去 出去 口去 闺女儿子特别孝敬 都是这样的 风 有多少天了 第一波疫情 那 那 凶猛的那 那几天开始 一直风着 今天 维席局联系 一样的 你说 咱就说啊 从来不出门 不跟 任何人 那个不联系 都是独门大院 自己独门大院 各开各门 嗯 像那样的 像我们这样的房子 不跟任何人联系 结果 中招了 我就觉得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这是空气的事情 同志们 你们说说是空气的原因吗 不是说你不跟别人接触 你就得不了 就朋友跟我说的 昨天跟我说的 嗯 我今天早上跟我说的 说的 昨天晚上 嗓子跑 嗓子发干 发咳嗽 开始滴烧 我说坏了 肿招了 分析来分析去 什么原因 空气 我就说这个事哈 就说 我小时候 家里养鸡一样的 你们把这个鸡放在那个菜窖子里了 与世隔绝 我记得我妈 那个 把那个鸡放在菜窖子以后 干一颗好了 但是那时候不知道啊 你要进去喂食 那不是可能把细菌载过去 或者空气里头载啊 全局服务 呵呵呵 叫空气 所以这个事啊 防不胜防 我们挺好的 我和老李都挺好 这段时间 哪也不敢去 胃口还好 比上体重 长了三级 我胖了 我认为我 我认为